现在正是西瓜的产期 而且价格相当不错 不过就怕强风暴雨 对农作物造成损害 寿风乡的西瓜农 准备要采收史上最高价的西瓜 不过强烈台风 马蛙逐渐靠近台湾了 不只瓜农很紧张 连大盘商也特别紧盯着 马蛙的路径 花林寿风乡东华大桥 下的木瓜西畔的西瓜园 西瓜目前已经成长到 八九成熟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西瓜 都尚未采收 农民表示也会担心台风的影响 是否要抢收 也要看大盘的决定 那这边有农民会因为这样提早采收吗 采收大部分都是因为盘上的问题 因为盘是它在控制的 我们是跟他们是弃作 所以我们不可能自己采收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销到市场的通路 要采也可以 但是因为供货链的关系 还没有排队排到这里 现在的产区是在凤林 等于凤林的要消化完 才会来消化这个木瓜西产区 夏天吃最清凉的花莲西瓜 而花莲的西瓜主要种植在花莲的中南区 每年采收两期 而第一期刚好遇到1月到5月 因为天气较为炎热 西瓜熟的也快 所以要面对的天气因素也较多 例如台风就是最大的挑战 记得凌接受风箱采访报道